你做完這個手術 當然它也不會讓你明天就變得更美好 然後你也不會因為做這個手術 你的工作運就變得很好 你馬上就賺大錢 可是這個後腦勺手術 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一個答案 大家好我是史丹利 在豐華診所做後腦勺手術已經兩個月了 今天來回答一些 大家對於後腦勺手術的一些問題 來回答第一個網友的問題 你是錢太多嗎 為什麼你要花錢 做後腦勺整形的手術 我錢是不少 但是為什麼要做後腦勺整形的手術 這個就是跟個人的選擇 有些人他會去做雙眼瓶的手術 主要都是想要讓自己更好看 我從小就是對自己扁頭這一塊 非常沒有自信 而且我的頭不只是扁 它也是外的 剪頭髮的話它是遇到很多的問題 常常被髮型設計師嫌棄說 你這個頭很難剪 你想要的髮型 救了救支 你就會覺得這個會變成一個自卑的感覺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來做後腦勺整形手術 聽說韓國也很流行整形 後腦勺 那為什麼當初沒有想說要去韓國做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去韓國做的 因為我那時候看網路上的資訊 我有看到很多韓國的男藝人 他們有在做這個後腦勺的整形手術 那搜尋完之後 我就先找到謝明吉醫師 於是我就來這邊資訊 韓國好像整形很進步 那為什麼最後還是留在台灣給謝醫師做 第一個你語言不通 所以你去那個當地的話 你一定要請一些翻譯 然後再來你要在韓國那邊 你要做術後的修養 這些都需要花上更高的費用 而且你還是不能確定那個韓國儀式的技術 能不能滿足你想要的需求 台灣在整形手術這一塊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技術 甚至是不比韓國差 也可以說是超越韓國的 謝醫師在後腦勺整形的這個領域的話 他算是非常的權威 所以我最後是選擇留在台灣做這個手術 做這個手術之後頭會不會覺得很重 其實重不重這個還是要看 每個人的感受度不同 我自己是覺得完全不會重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個後腦勺植入的內容物 大概就是100多毫升 可能就是一瓶陽樂多的重量 那這個重量 基本上放在我的後腦勺裡面 我現在感覺是完全感受不到有任何的重量存在 一定要做整形嗎? 難道這個不能用髮型來代替嗎? 其實是可以 只是說要看每個人他扁頭的程度 還有他對髮型的要求 我本身我的扁頭他不只扁 他還是外的 所以我剪任何的髮型 他看起來都會有點奇怪 這個也是我為什麼一定要來做後腦勺整形的原因 因為我的頭型 他基本上沒有辦法適應任何的髮型 我曾經也想說 要試著用燙髮來解決髮型的問題 只要遇到濕氣的話 那個頭髮還是會持續的扁塌下來 而且燙髮他也是上髮質 也很花錢 最後覺得一勞永逸的方式 還是做後腦勺的整形會比較快 好 下一題 疤痕在哪裡? 還有這個疤痕會不會很大? 疤痕的部分現在的位置是 在我的後腦勺這邊 你睡覺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也不會碰到你的疤痕 剛做完的時候 你確實會覺得頭皮有點緊緊的 或是說這個疤痕的部分 你還是會稍微有點感覺 可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他是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 包含在這個位置的話 其實他也很難被看見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我現在已經做完兩個月的時間 這個疤痕 他還是有一點點紅紅的 不過基本上 他已經慢慢在復原之中 下一題是問說 做完後腦勺整形手術 會不會有很強烈的異物感 那你的後腦勺還會有感覺嗎? 我覺得異物感的話 你可能剛做完手術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點點麻麻的 你可能會覺得 因為你本來是扁扁的頭 那你突然去摸到他的時候 你確實會覺得 怎麼現在變圓了? 可能是這樣子的異物感 至於還會不會有感覺? 當然是會有感覺 因為他不會影響到你的觸覺 你去洗頭的時候 你去摸他的時候 你都還是可以感覺得到 只是你會發現 你的後腦勺變得很圓 但是今天如果有人真的認真 從後腦勺尻一拳的話 你還是會痛的 這個還是不能當做安全化來做使用 下一題是 網友問說 手術完可不可以洗頭 會不會對生活造成影響? 可以 手術完可以馬上洗頭 而且醫師都會鼓勵你要 保持這個傷口的乾淨 所以我手術完隔天之後 就開始恢復正常的洗頭 洗頭之外 把它吹乾 然後醫院會給你這樣子的藥膏 棉棒 你洗完頭之後呢 你就是上薄薄的一層藥膏 之後你不管是上班 或是你生活 正常的這個疏離髮型 都是沒有問題 下一題是 網友問說 做這個手術之前 頭髮要剃掉嗎? 老實說 我一開始做手術的時候 我也很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怕 如果是要剃光頭的話 這樣可能之後 就蠻影響到生活的 但其實是不用剃頭髮的 因為醫師他會從你的 後腦勺的部位 在你的頭髮之間呢 去執行這個手術 做完手術之後 你的頭髮蓋下來 其實就看不到傷口 所以是不用剃頭的 下一題網友問說 除了圓形之外 另外還可不可以做其他形狀 因為每個人的頭型 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在諮詢的過程當中 醫師就會根據你的頭型 給予比較符合你的建議 比方說 你的頭可能適合 哪邊要做的比較高一點 哪邊要做的比較膨一點 那這些部分 你其實都可以跟醫師 往來的做諮詢 然後他也會設計出 一個模型 讓你去參考 那這些都是可以持續做修改 修改到你覺得 最適合你自己的形狀 才來執行這個手術 既然他可以做到 這樣客製化的程度 那當然有些人他可能會好奇說 那我可不可以去做一些尖角 或是說我可不可以把我頭型 改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狀 我想應該也是有機會可以做到的 只是說 如果你要做這個形狀的話 除了跟醫師討論之外 你可能自己也要先做好 一些心理準備 好下一題網友問說 瘦術完 恢復期會不會需要很久 會不會影響到工作 其實恢復期幾乎是不用 怎麼樣的恢復期 因為你隔天就可以開始正常的生活 你也可以去上班 只是說在手術後的幾天 你可能會帶著一個類似 這樣的手榴彈形狀的一個引流管 那他呢 會從你的手術的部分接出來 那這個東西呢 我會把它掛著 可能我會把它藏在我的外套裡面 一般的話 別人還是不會注意的到 那這個東西的主要作用就是說 你可能手術之後會有一些血水 那他會流到這個裡面 你只要定時的把它倒掉 大概幾天之後 這個東西就可以移除了 基本上是不會影響到正常生活 好下一題網友問說 你的後腦勺別人又看不到 你做這個有什麼意義嗎 你做完這個手術 當然他也不會讓你明天就變得更美好 然後你也不會因為做這個手術 你的工作運就變得很好 你馬上就賺大錢 可是這個後腦勺手術 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一個答案 我今天可以得到一個解決方案的話 這個就是我覺得最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一定會做它 這一題網友問說 摸起來的觸感怎麼樣 會不會軟軟的 其實做完之後這個後腦勺 因為它的材質是骨髓泥 所以你摸起來的話是跟你原本自然的頭骨 是一模一樣的感覺 就是硬硬的 它不會軟軟的 那摸起來也很自然 然後你摸的時候 你都還是可以感覺到 就是後腦勺變圓了 這個感覺是很強烈的 如果你對後腦勺整形手術 還有更多想要了解的地方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掰掰